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当独行侠连下两成2比0领先快船时 看热闹不嫌失败的球迷们都在期待着他们能在首轮暴冷上演沉船好戏 但是,随着赛程的推进,快船强势地攻陷两个客场扳平总分后 所有人都在夸赞着快船上演逆转的好戏 但是随着至关重要的天王山之战又在主场输球 快船的前景再一次被人看衰 可好在关键时刻,伦纳德和乔治站了出来拯救赛点 并且在抢切大战中上演大翻盘的好戏 最终快船成为大赢家,成功晋级到了西部半局赛 而他们的对手将是西部第一的爵士 随着快船和独行侠的抢旗大战落下帷幕 东西部击后赛四轮对战球队也都是已经出炉 其中,东部球队更是已经展开了第一场较量 而西部球队还在整装待发备战第一战 那么成功晋级四轮的快船 在面对联盟常规赛最强球队的对决中 双方谁会更胜一筹呢 首先,我们赵旧时先分析下双方的阵容时对比 众所出之,快船在引进伦纳德和乔治后 他们便是一直保持着双子星的阵容 而爵士在确认米切尔的核心地位后 也是保持着以米切尔和戈贝尔为主体的双核阵容 其中,快船的双子星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是十分优异的 虽然乔治总是会成为对手的背景板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在防守端做出的贡献 而伦纳德则是家喻户晓的防守大闸 反观绝世的双核都是单一化的球员 米切尔虽然在进攻端有着出色能力 但是他在防守端却是一个巨大的漏勺 而戈贝尔虽然在防守端有着出色能力 连续斩户DPOY 但是他在进攻端的自主进攻性和能力却是缺失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米切尔防守端的漏洞 依靠着戈贝尔普拳 戈贝尔在进攻端的表现 则是依托着米切尔的传导和引领 因此绝世的双核就是优势互补 最大化的发挥出各自的长处 而这一点明显是要更优于快船的双子星 毕竟双方位置的重合 使得两人所发挥出的实力 并不是一加一大于二 反而很多时候出现了一加一小于二 可以说 这么看的话 绝世双子星要更占据优势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双方的巨星成色却并非如此 由于快船双子星 已经磨合了近两个赛季 在惨烈的教训下 双方也是有了更清晰的智能划分 乔治开始出现在空位位置上掌控比赛 而伦纳德则是在封线上 继续发挥自己所具备的优势 这也让两人在本赛季攻防两端都发挥出色 而非一人断打一人超神 虽然绝世双合也是磨合多年 但是米切尔和戈贝尔这套攻防组合的习惯 都已经被人们摸透 两人的挡拆配合虽然威力十足 但是面对上乔治和伦纳德的防守 却是很难发挥出相应的实力 而反观快船双子星 却是能够轻易地找到米切尔这个弱环针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 绝世双合都还没有进过季后赛 更深层次的协理 因此综合来看 快船双子星的巨星橙色 显然是要更高于绝世的 其次再来看双方的角色球员 快船为了争冠的目标 球队老板也是给球队配置了一些优质的角色球员 不管是龙多肯纳德还是小莫里斯 虽然他们的实力都已经不再巅峰 但是他们却是越牢越强 不管是小莫里斯还是龙多 两人在首轮都已经是展现出了自己所具备的实力 其中小莫里斯能够给球队在进攻端提供充足的火力 而龙多则是在梳理球队进攻上能够准确地找到机会 并且掌控比赛的节奏 同时队内还有着贝弗利和伊巴卡等防守汉奖 虽然两人早遭受伤病侵蚀 但是防守实力依旧还是存在 可以说快船队内的角色球员 在攻防两端都是十分优质 在攻防两端都有站出来帮助球队巨星的球员 而反观爵士的角色球员不得不说 他们在进攻端所提供的火力是要更优于快船的 毕竟他们拥有着康利和伯格达诺维奇 以及英格尔斯这样的得分好手 他们不仅拥有出众的进攻得分能力 还具备一定的组织串联能力 并且在米切尔被严密盯防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球队的进攻流畅性 而在替补阵容上 克拉克森无疑是现金联盟中的最佳第六人 高效的得分以及一定的串联进攻能力 让其能够帮助爵士延续火力 可以说爵士在进攻端的火力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但问题是爵士的角色球员在防守端的表现都远不如快船 而且还都是防守漏洞 需要戈贝尔来填补空缺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爵士在进攻端有着充足的火力点 但是他们防守端的受限 仅依靠戈贝尔的防守是很难在闲阶段取得阶段性的领先 可以说快船的学者球员更加的攻防一体化 而爵士则是过于重视进攻端 可以说在阵容深度上来看 快船显然更胜一筹 而后在了解了双方的阵容深度后 我们再综合整体来看 在进攻端的战术上 快船十分简洁 球队主要的发起点是乔治和伦纳德 依托着双子星超强的个人能力来撕裂对方的防守 而当两人陷入困境时 往往会通过阻拔词的高位上提做侧应 或是莫里斯的挡拆备盒 利用莫里斯高位的跳投能力制造空间 来缓解乔治与伦纳德两人的进攻压力 而当陷入胶着的关键时刻 快船更是会简单的 利用伦纳德的强大的个人能力 制造错位的机会去完成进攻 而在绝大多数的队位中 伦纳德总能在脚步或力量上找到错位的机会 同时 在与独行侠的对决中 快船更是找到了自己的制成宝典 那就是无小风险 此外 在季后赛中 龙多更是成为了快船的胜负手 他能够帮助双子星 缓解侧应压力的情况 并且 在龙多持球的情况下 乔治与伦纳德便可以转换为不球进攻 在出现机会后 龙多通常都可以第一时间将球传到 而反观爵士在进攻端的战术 爵士在阵容配备上十分合理 有多种进攻搭配方式和选择去进行中结 最为突出的便是米切尔与戈贝尔的组合 米切尔在踏入联盟后便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 不仅三分能力出众并且拥有极佳的身体素质 在突破启动速度和力量对抗上都拥有一定的优势 使得其在外线具备不小的威胁 尤其在外线进攻时 米切尔十分擅长利用于戈贝尔的挡拆组合 选择直接后撤不远投还是加速突破 大个防守球员进入到禁区 而与其搭配的戈贝尔在进攻端也是威力十足 在禁区内能够通过长臂轻松制发禁区 此外在外线虽然投射能力一般 但是具备一定的侧应能力 即使没能帮助米切尔直接获得攻击篮筐的机会 也可以通过二次的组织再寻找量机 而后再来对比防守端 爵士在防守端采用伪双塔体系 以戈贝尔为核心 配合其他各位置优秀的防守纪律性 做到了全区域防守无死角 由于戈贝尔机动性强 能互助禁区 也能延伸到中投位置 这使得爵士不必收过多外线兵力到篮下 而现有的封线团则是速度快防守好 都重视战位 不赌博抄球 更多的追求不失位 不给投篮空档 但是 在面对有着中距离的快船 爵士的防守体系却很难奏效 其次 快船由于多数球员 均具备足够出众的防守能力 所以 泰伦卢无需把太多的精力 放在不止防守体系上 不管是乔治 伦纳德 还是小莫里斯和贝弗里 均能轻松面对挡拆 即使是错位防守 也不会给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 而在一打一上 快船众人的身体素质 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应对 因此 虽然在防守端 快船并没有太多战术 可以使用和布置 但是 依旧能够足够出色的 完成防守任务 可以说 综合来看 爵士很难匹配上 快船防守 尤其是在封线上 而快船也很难限制 爵士的进攻 也就是说 双方可能会上演一场 对攻大战 总的来说 不管快船与爵士 这一轮系列赛的胜者是谁 对于爵士来说 这一场强强对决 便是验证他们本赛季成果的系列赛 而对于快船来说 这一场对决 是他们突破自我的对决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 不含糊